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议题我们先从国际股市的动向来看 因为如果说台北股市正要走攻击的话 那当然要搭配国际股市走多台股的多方才能够一直去做一个延续 那如果说我们从国际股市的观点你会发现到 比方说道琼昨天他的一个走势是跌了65点 那如果说从K线的角度来看 你会发现到昨天道琼开小地之后一路震荡走地 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道琼目前都没有涨 再仔细来看除了道琼的走势之外呢 再来NASDA指数呢昨天跌更深 跌更深 跌了42大点 那这个地方其中的是NBI的生计指数 也就是生计股呢大跌了3% 所以你从整个NASDA指数来看的话 昨天是一根长黑下来 目前也是在走一个区间 那美国股市是这样 那我们再来看亚洲股市 亚洲股市里面的上海A股 今天是开低震荡走低 目前跌了1%多 目前整个上海A股的走势呢 是呈现一个下跌的一个状况 很奇怪 为什么国际股市在跌 国际股市甚至于都没涨 台北股市继续往上攻 那当然这个地方我认为 跟外资啊 为了保护它手上的多单是有关 外资在期货做多到目前为止呢 它应该是起舞难下 因为你从最近的成交量来看 当整个指数在拉抬的过程里面 没有量 前两天都只有600多亿 所以呢外资为了保护手上的多单呢 它开始去拉一些全值的个股 让你看到今天整个指数是出现往上攻的 可是呢还有一个重点是 当整个指数呢在这个时间点呢 出现上涨的时候 各位 这是整个大盘的指数 上市的指数 你来仔细看 目前上贵的指数呢 到目前为止呢 反而是比较偏震荡 那上市的指数呢 是涨了0.86% 上贵的指数呢 目前是涨0.19% 有没有 反而在今天盘中的时候 还有让我们看到 跌破平盘的一个情况 那这代表什么 其实今天的盘是 有一些属于那种压东出西的一个状况 你要特别注意 因为对一般投资朋友而言 这个时间点 不太可能去做全值股 全值股会买全值股的散户不多啦 大部分都去买一些非全值股 尤其是OTC的个股 所以呢 目前如果说我们从整个盘面里面来看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呢 是 叶伦的谈话 那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说过嘛 叶伦的谈话 他会谈什么我们不知道 但是联准会副主席费雪是认为要升息 连整个叶伦的老师 就是前主席葛林斯潘 也认为说 这个地方也要升息 而且未来升息的速度会很猛 所以我认为说礼拜五的时候呢 叶伦不可能不对升息去发表谈话 所以呢 反而如果说出现一些升息的讯息的话 你要预防什么 国际股市 会不会在这个时间里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拉回 如果说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的话 反而今天整个台北股市的拉抬 反而在这个时间里 这地方不要随便去乱追高 为什么不要说 不要随便去乱追高 因为如果说我们从一些相关的个股里面来看 你会发现到 今天在整个上柜的指数里面 有些股票 我们把它弄出来 你会发现 上柜的指数里面 有些个股呢 在今天拉抬的过程里面呢 反而它开始一路在杀 举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联雅光电 到目前为止大跌了5%多 这档个股我们昨天要402块放空 各位你会发现哦 这些股票到现在为止 除完全息之后 前几天虽然有拉抬 可是拉抬过程里面 今天呢 再创这个波段以来的一个低点 所以反而这样这样的股票呢 有些个股在上涨的时候 它有又多的一个嫌疑战 再举个例子来讲哦 反而虽然是在涨 可是呢 目前有些OTC相关的一些个股 比方说 之前的升级的概念个股 到目前为止 已经区间做头之后 也出现下跌 所以我们是建议各位哦 目前的一个操作策略 不要随便去乱追 因为目前是拉全值股 对拉全值股呢 虽然指数看起来没有跌 但是呢 当指数没有跌的时候 会让一些散户的投资朋友 会有一个错觉 哎我的股票跌下来 会不会有机会反弹 那如果是这样的操作的话 很多人的操作呢 它就是手上的多单 一直爆一直爆一直爆 爆到现在为止呢 反而有些个股呢 你要预防什么 有些股票如果说 真的做头下来的时候 当盘是一步稳定的时候 有些股票到最后 你会出来不急出哦 举个例子来讲 像是4534的沁腾 上个礼拜我们去做卷空的 结果呢 礼拜一跌停 昨天跌停 今天呢 涨不上去 还是继续再跌 再举个例子来讲 4916的诗星科 同样的 当初我们在这个高点的位置区 也就是 当天跌停板的那个时候 平盘的位置区 去放空的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是继续再赚 所以呢 有的时候你去掌握那种 做头的股票 稍微去做一些避险的动作 我觉得对很多投资本人 那是安全的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 当然很多人看到指数 不敢避险 好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但是最起码 你手上的多单 你要懂得怎么去把它换现金 要怎么去做调节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 如果说这个盘到这个时间点 你不知道该手上的个股 到底该买还是要该卖 那这个地方牵扯到一个法人的筹码的一个变化 如果有任何问题 你手上的个股打电话进来 我来帮你去看一下 如果说跟法人的成本有关系的一些股票的话 那有些卖超的个股已经出来的话 头部形成的贵股 我会建议各位暂时先把责金冲回来 所以呢 如果说今天你认同我们的操作 我们很欢迎各位打个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的法人操盘室 那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今天礼拜四指数虽然去做拉抬 但是明天夜轮的谈话 如果国际股市再不涨的话 反而我认为这个拉抬后面会有一些 那个买力当它浩解之后呢 反而明天的卖亚会比较重 尤其目前OTC的卖亚已经开始先出来了 不要受到指数的一个迷惑 而对这个盘式呢 充满很多的期待 当然手上的股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 欢迎各位跟我们做联系 谢谢各位